先谈谈美股,看到traproom有人留言想问美股 究竟是否已经进入深度调整了呢? 他说怎么看反向ETF,SAR-K又怎么看? 当然SAR-K是反向ETF,特别反向得来 很明显是反向木头姐AR-K基金的看法 所以你记得到SAR-K上市到这一刻,其实价格是很强 因为始终本身同期来说,一来美股都是开始波动 或者近月有些调整,而以来始终CAPYWOOD基金 他们近月的表现其实都比较差 因为他们选择的一些股份都是偏叫进取营业少 就是又是科技类,又是生物科技类,这些类别为主 那变相科技类其实更加近期或近月会受到债息上 大家的加息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复 所以刚刚真是反向的一个情况 令到这个ETF价格是很强的 当然我觉得短期来说,仍然有机会是 继续尝试高一点的位置 因为始终我觉得一方面 美股刚才开手第一节都说过了 我觉得短期的波动性仍然是比较大 而以来如果真的科技类来计算 始终背后还是会怕着一个加息的情况 或者债息突然间又会再抽高的情况 始终对科技股也会有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ETF有机会 会慢慢试上去之前大概53元的高位 所以我想如果有科技可以先拿着 但是我想去到这些位置 开始慢慢叫做分阶段退一退 因为始终反向 除非你觉得整年来计算 美股是一个很大的下跌 或者科技股有一个很大的下跌 才觉得会再有一个很大升的空间 但是我自己对美股 或者是大体上的这个看法 可能没错 上半年是波动或者有些条件的压力 但是去到可能年中打后 其实未必说真的太过差 所以我想如果你拿着这个反向ETF 先看着之前的高位 但是如果再贪高一点 那到时就会一把一把梦 让它合适一点